说到绑架案 我们看看我们邻近的香港 在好多年前的时候 曾经发生一起绑架案件 而这个绑架案件是 父子双双被绑 不过绑匪是谁呢 三郎 有三个人 这三郎棋案当中 这三个人最后被处以绞刑 立冈现在香港是没有死刑 但是你知道吗 香港在倒数第二宗判死刑的 这个凶贤的这个歹徒集团 是谁吗 就是现在画面上触控这三个人 当时31岁的李慧 32岁的李秉坚 跟35岁的马广灿 这个三个人呢 在香港新闻媒体治安史上 通知这三个人叫三郎案 就叫做双簧案 后来好像还被拍成电影 对 这个郑哲是他们所主演的 这个三郎棋案 那这三个人后来最后的下场 就是被判还收死刑 也就是绞刑 一直到三个凶险断气为止 所以后来他们真的是神之以法了 对 时间回推到这个 我们看到画面上是1989年 改拍成电影香港片的三郎棋案 那当时时间发生的背景在1959年到1961年 而1959年6月19号那一天呢 香港华人足球总会副会长黄映球呢 他是同时也是香港的一个巨父黄熙斌的儿子 当时他一如往常 一如往常在这个香港的铜锣湾 清风街的这个酒店应酬湾 离开的时候 他要去取车的时候呢 被三名这个歹徒 也就是李卫 李炳坚跟马广燦给跟随 尾随着他 然后来单纯就把他给 当街活活 活生生的就这样子绑走了 你说是在大马路上直接被绑架 过程当中不到两分钟 在香港很热闹的铜锣湾这个街区上 可是这样子路上不是许许多人 都看到他们绑架案的犯案了吗 对 当时黄熙斌后来就接获了这个歹徒的这个来信 告诉他这是当时黄应酬的坐车 你看到 然后黄熙斌呢 他接到了这个歹徒的来信 他上面写勒索信写着 他是署名野狼 所以后来就叫做三郎案 野狼上面写着说什么 应酬在我手 五十万元救命 五十万港币 开玩笑 就相当于今天 现在的这个三千万元港币 也就是一亿五千万元新台币 不得了 在当时也是天价 你看看 那黄应酬就想说 黄熙斌就想说 儿子黄应酬被绑 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而且又不甘心说 在商场上打滚拼来多年的事业 这样子就给歹徒勒索那么多钱 所以一方面报警求助 一方面透过黑道的友伦 跟这个歹徒斡旋谈判 这个讨价还价 最后虽然讨价还价之后 还是决定用五十万元港币 当做赎金 就棒这个黄应酬 然后呢 约好双方约好交付赎款那一天 警方也全部埋伏好了 却疑是警方那边 早就行中被歹徒说看破了 因为黄家已经有报警了嘛 所以结果交付赎款那一天 歹徒并没有现身 然后呢 而且从此以后 就断绝了跟黄家联系哦 那肉票怎么办 对啊 肉票他儿子 黄启兵的儿子黄应酬 不知道跑去哪里 好像人间蒸发一样 这个案子就好像 就慢慢的感觉 大家就慢慢 好像随着新闻乐 风头一过 新闻乐一过 好像没有人关心 可是这样子肉票也不见了 那可能有被撕票之余 有可能 但是大家也不敢妄加采测 那在两年后 应该说1961年的2月10号那一天呢 黄启兵他也是一如往常的 就开车了 只要出门 他回到了这个凌晨 他回到了这个 2月10号那天凌晨 回到他的这个白电山的这个别墅 就在那个时候呢 轮到他被绑了 你说儿子被绑 结果老子也被绑了 对 所以我刚才讲 又叫双黄案嘛 那黄启兵被绑了之后呢 你知道吗 早上那天凌晨2点被绑 早上9点 他的儿子 他的子黄应基 就是这个黄应酬的躺地 他就接到雷一峰这个 接到那个电话 接到歹徒打来的电话 其实就是当时那个 三郎案的其中的主贤 李卫打的 李卫打电话的时候说 喂 阿姬啊 你是阿姬吗 你听好 你六伯父现在在我们的手里面 想要他活命啊 拿50万元港币来救命 否则下场就跟你堂哥 黄应酬一样 然后当时这个 黄应基啊 这个黄启兵的子 接到电话还觉得 是不是恶作剧啊 开始就打电话去查 开始一个 因为当时没有大哥大 只能打电话查嘛 不断的查 找不到黄启兵 就是找不到黄启兵 谁表示真的失踪了 他就觉得心里面怪怪的 忐忑不安 赶快打电话 跟黄启兵的这个 秘书邓汉生讲 然后两人也同时商议 也报警求助 然后后来呢 果然第二天 就在被绑 2月10号第二天 2月11号 黄启兵的秘书邓汉生 也接到李卫打来的电话 李卫打来电话 就跟这个黄启兵的这个 秘书讲 说想要老板活命 你就到中环的这个 某一间茶楼的厕所里面 去找消息 后来呢 大家就按照 歹徒的指示暗图所记 果然在中环 一个茶楼里面的厕所的水箱 找到什么 找到用报纸包裹的 一个包裹东西 然后打开来 里面是什么 里面有两封信 一封信呢 是黄启兵写的字迹比较潦草 的确是黄启兵的笔迹 因为他的秘书邓汉生 认得出来老板的笔迹 你看就知道是老板的 那另外一封信呢 那是歹徒李卫所写的 里面告诉他说 你要怎么样交付署款 到什么地方 何时何地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已经开始指示 他们怎么交付署金了 有了黄映囚 人间蒸发的这个 阴箭不远 这个时候乖乖听话 不告诉警方 他们怎么跟歹徒周旋 交付署款 所以警方还不知道 这些网站已经发生了 不知道 后来就把这个 50万元交付歹徒 黄启兵果然也被放了回来 那这个案子后来 为什么破案了 你知道吗 到了1961年那一年 下半年后 因为在香港这个九龙溪的龙翔道 有人在巡逻了港警 有一天就突然碰到 有人救命啊救命啊 一个男子这样拼命的大喊 后面有一个男子 在拿刀追杀他 搞了半年 当街街头跌血 港警马上去制服那个 原来是香港警方 早就怀疑的舌仔铭 叫做邓伟明 他是这个三郎案集团 李卫 马国昂 还有这个李秉坚 他们三个人其中一个 后来呢 追杀他 拿刀接杀他 当街要砍他 是谁你知道吗 谁 竟然是李卫啊 李秉坚这个舌仔铭 他其实就是耗赌 烂赌诚信 然后常常跟他们 借一些赌资 然后把这些账款 都分得差不多 而且仪式分账不均 李卫 马广燦 李秉坚三郎 早就想处置了后快 李卫你下手 李卫就拿着刀去追杀他 不晓得就被香港 港警巡逻给逮捕 逮捕了之后 也抓了李卫 从李卫的口中 又全盘得知 李秉坚跟马广燦 他们得藏匿的地点 然后呢 在1961年12月23号这天 把三个人全部逮货 包括舌仔铭 后来舌仔铭 转为控方的污点证 指控他们三个 虽然被判了15年徒刑 但是也因为指控 抓他们三个有功 这三个人在1962年11月28号 香港的这个最高法院 就判处他们三个人 还手死刑 也就是绞刑 我们注意到 香港这些案件当中的 在绑匪最后被判于绞刑了 可是呢 我们注意现在的这个时候 你上网去搜一下 你会发现到 ISIS他们作风非常的残忍 他们可以说是 现在21世纪上 最恐怖最富有的 恐怖组织了 因为他们的手法 不只是要灭对 其他的种族 不只是屠杀 甚至连美国的记者 都被斩首示众了 在这个时候 英国跟美国 现在的情报单位 联合起来 要做什么事情呢 开始要拘杀 这些杀手了 而其中一名杀手 身份大概都可以确认 是什么人呢 他居然是一个 嘻哈的饶舌乐手 是立刚 现在全世界 以前我们常说 盖达组织多恐怖啊 或是神学士组织多残暴啊 现在这两个组织都要靠边站了 因为乱钱 你没有ISIS有钱 乱残忍恐怖 你恐怕还没有 原己不知道他们十分之一 也没想到ISIS居然这么的残暴 那他们现在呢 就是已经有钱到一种什么地步 你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近攻下摩苏尔油田 那你知道 他们攻下摩苏尔油田之后 抢到油田了 还抢到油田 他开始跟这些中东国家一样 他开始卖石油 你说一个恐怖组织居然可以卖石油啊 你要知道 现在一般 就是这些产油国家 他卖一桶原油 大概是100块美金左右 那问题是 他反正是抢来的 ISIS抢来的 本来不是我啦 我刚才卖多少钱 卖多少钱 就他在国际黑市场 他卖60块钱一桶 卖那么便宜啊 一桶少40块钱 那这样子许多国家都会想跟他买了哦 对我们以前常说 战争那种东西叫黑钻石 现在这个就是黑原油了 但是问题是 商人他拿管理那么多 只要是便宜的 我为什么不要 我反正原油 我倒到原油草里头 反正看起来不都一样 整个看起来有什么不同 那可见呢 他们之前抢了银行 他们占了一些城市 结果最重要 原油被抢到 那不得了 你知道他们现在每天 每天哦 每天靠原油 可以赚多少钱吗 多少钱 300万美金 每天 一天300万美金 是啊 吓死人了 不得了 所以你看他现在 绝对是全世界 最富有的恐怖组织了 那 你要知道 他而且他在这个就是用原油赚钱之前 其实他有另外一项身材利器 什么利器 就是绑票 其实你知道 在之前我们那个记者被抓的时候 不是有一些西方人之后还被放出来 是 然后他们说在里头有四个 他们这些所谓的圣战士里头 因为这四个人都很浓重的英国口音 等一下 你不是啊 这个应该倒是说 应该都是这种阿拉伯人才对呀 不对 怎么里面会有英国口音的人出现呢 他们其实是英国人 他是有英国国籍的哦 然后他们就把里头四个有这种英国国籍的 这种圣战 英国口音的圣战士 叫做B头4 就是取以前这个乐团秘籍这种昵称 然后他就曾经 他们就曾经听过这个B头4 跟他们炫耀什么呢 炫耀什么 你知道光是去年一年 光是靠人值 你知道 就可以赚2400万英镑 英镑 就赎金就可以 你说光人值 他们的绑架勒赎案件的 赚到的钱赚这么多 2400万英镑就是15亿台币 吓死人呗 那天问数字 那实际上虽然英美 一直强调就是说 不谈判不给钱 反正你绑票我人也没用 我就是不给你钱 我也不会跟你接触 可是问题是 其他欧洲国家的人 不见得会这样子哦 是 你知道光是去 就是去年一年 据说至少四个欧洲国家 11名人值 就靠这样付赎金出来的 那甚至在20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 法国有四名工程人员 在尼瑞尔北方的 右矿里头工作 就被他们逮走 被逮走之后呢 三年之后释放 然后法国政府坚称是说 他们就用外交交涉出来 可是实际上 就欧美这些国家都报道 实际上法国都花了 3900万美金 就把他们赎出来了 因为据说他们就认为 反正你 美国不可能再出兵伊拉克 所以我根本不怕你回来 我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当然最近的顶点就是 他们就是杀害了这个 美国记者 James Fuller 就是这位 美国记者 他把他头发低光 然后就先逼他念一遍 要求美国不要再干预 ISIS的动作 然后后来他还特别强调 这个人还特别强调 说这个就是要对你们美国 对我们抠袭的回应 然后就把他残忍的杀害 然后还把他伸手益处 把他放在那边 而且还放在网路上面 放在网路上面 但是现在这个影片 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收掉 被禁播 希望大家也不要去找 也不要去看 因为非常残忍的一个景象 但可是呢 现在问题来了 根据美国 他们最新的消息显示 解释了什么 这个 里头这个杀 负责杀人的这个嫌犯 可能是个英国人 你说刚刚那个 他目前锁定了三个嫌疑犯 其中最嫌疑的就是这个人 阿布都勒 这个人 巴黎这个人 他才23岁 然后呢 他是一个你知道 他是一个hip hop 然后唱那种rap的歌手 饶舌 对饶舌的歌手 可是问题是呢 他去年突然之间离开 他自己在伦敦的豪宅 蹦一下跑到叙利亚去 然后他 然后他很快 他就在 他的twitter上面 放了一个照片 什么照片 他拿了一颗人头 他甚至来警告英国人 斩首很快就会在你家 后院发生哦 你看所以现在 那个美国跟英国的特种部队 已经锁定了这个人 势必要把这个筷子手逮出来 因为不把他抓到的话 英美大概永远没有一天是安宁 我们注意哦 现在呢筷子手 英国跟美国的情报单位 包含了军情武处跟CIA 已经准备要出动了 代号是什么呢 猎杀红色9月号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